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喂,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集就是世界时事 都是第一集新闻 有首歌《罗文豪》出名的 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留低深刻似热闻 现在美国留给日本 可能都很似热 因为爆起来很似热 应该就爆的危险不是很大 但还是有潜在的风险 留了很久 有很多 很多很久 冲城自从72年回归日本政府之后 陆上自卫队已经清理 是未爆的菠萝 超过五十年 五十年 还要加多七十几年才可以清理 美国留下来的 即是百几年才可以清理 你听到这个数字 都以为 百几年 真的很多 非常地多 因为他现在 到上个星期 五为止 达到四万多次的 里程兵 据清理了四万多件 四万多件 但是 日本 官方就估计 还要处理 多少 最少就七十年 最多 可能一百年 因为他现在是估计 估计 未爆的蛋 仍然需要七十到 一百年 我当你七十 五十再加七十都八二年 如果 你是久了 八五年才可以清理 这个漫长过程 亦被称为 无止境的 战后处理 是这样 没办法 是吧 为什么 冲城人这么反战 这些事情就麻烦了 冲城人真的牺牲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 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 著名又惨烈的冲城战役 被日本称为 铁的暴风 有空中攻势 还有蓝在轰 地面战争 留下了 万多吨 未爆蛋 冲城回归日本政府 陆上自卫队 拆弹单位 持续不断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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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处理这些残留的未爆的东西 就在上星期五 进入了个里程碑 但这些里程碑当然不好 专家小组接二连三就是 接获多喜未发现的这个菠萝 并且迅速展开行动 在那坝市的一个 住宅建筑工地 发现了 一枚四十几公分 尾制五英寸 即127毫米 的烂炮炮弹 这些队员马上去到现场 当然疏散 确保是没有危险之后 将未爆的东西 安装到在卡车上回收 这次回收 自从冲城回归日本 之后 未爆弹处理案件 已经是达到 4万单 他真是整个牌子的 还要拍照 四万件 四万件 原来这个未爆弹小组 101小组 接受访问时 正是星期五一日 我们就处理了三件未爆弹 亦都说明 冲城仍然有 好大量的东西存在 我们将它继续努力 在保证没有事故的前提之下 拆了它 亦都是确保阮民的安全性 目前 不发现的处理工作 似乎每天的速度都是多 每天现在都看到 不发现 即不是他自己 是民众举报 其实每天都最少一件 平均 平均 好像他们那样 其实都很幸运 他供地来 如果你 是用滑泥车 不小心滑倒 那就麻烦 另外一个方向去看 就是居民 照说没有很专业的仪器 没有 这样 这么随便都可以发现 你真的多得太紧要了 是的 还要七十到八年去处理 还要七十到八年 看回数据 其实日本官方都说 七十到八年 这个叫做无止境的战后处理 这么多 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 以前 美日敌对得这么厉害 美国也是得珍珠港给他们偷窄 现在鬼死那么好兄弟 抱头抱脖 兄弟不是 应该是小弟 我很准确用词 应该叫小弟 没理由 兄弟应该是比较平等的 是吧 你说美日是不是平等关系 他的口说是 你试试 日本和美国稍微疏远一些 和中国关系好得不得了 甚至 你说不撑台 你看美国都会收拾他 是吧 美国其实在海外拥有 很多基地 但是 海外拥有最大和最多 军事基地之处 很明显就是日本 而 只是占 为什么沖城这么多 我沖城 这么多岛 只是占日本本土国土0.6% 但是 超过七成美军就住宅在我们这里 55,000美军 就有3万人住宅在沖城 而沖城人口 是不够150万的 不过他可以这么说 你知道有些人很喜欢美国的 很喜欢美军的 不如住宅我们 应该就不会 其实你说有没有美军 他都说 台湾都有美军 帮他们培训 教他们 好像是那些什么作战 汉战 对于 美国来说 从汉战 就是朝鲜战争 和越战到现在 台海危机 沖城诸岛 都是处于关键性的战略要地 位于 沖城岛中心的 加首纳 这些最出名的 加首纳 普天间基地 都是二战结束口 美军 代管沖城之下 是侵占居民土地所兴建 另外 无论是不时 跌下来的军机 草阴 水污染 治安 都造成了 很多问题来到沖城人 都挺难忍 去年有个民意调查 有百分之七十的沖城人 对美军基地 的想法应该是什么 不公平 OK 你想想为什么 他们沖城会一任之事 第一个观点就是 美军基地撤走 一定赢 如果不敢说 你根本没得赢 你知道吗 育成丹尼就是 他经常去东京上访 当然没理他 所以长年以来 沖城社会始终 都有着反基地的声音和行动 但是激起大规模反基地的 导火线 就是 一宗 霸王硬上攻事件 1995年 9月 三名美军将领就做了这些事件 很可怕 很可怕 这个过程就不说 太可怕 令人很心痛 很心痛 很心痛 那 正是 让你知道 沖城警方 其实他只能够取得 第二部令要求 引导加害人 但是 根据当地 规范 驻日美军 的法律地位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 所以美军先行 就会拘留疑犯 沖城警方 就不可以逮捕这些人 只有美军 自己有这个权 是拘留严不疑犯 沖城警方 是不得逮捕拘留他们 这事件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这是太可怕的过程 在同年10月 召开的阮民大会 沖城百多万人口 当时也没有百五万 有八万五千人出来 这个不单是沖城移交日本本土 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 亦是美日安保体系首次 有广泛的质疑 民众要求重新检视 是美日地位协定 亦提出处理基地的问题 为什么沖城人不会说 台湾有事等于沖城有事 不想有事 真的不想有事 日常生活都有 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 不想再增加 对 美军就是这样的 你不想增加 很危险 台湾很危险 是的 时任的姿势 泰田正秀在集会当中先向受害人道歉 他作为 行政首长 未能够保护最重要的 是居民 他就说 这个是太可怕 他就说 沖城人的人格尊严受到损害 亦是重心要道歉的 当时参与这场集会的 叫山木没子 将这一刻刻鸣鸣心地记住 没多久之后 他参选并且当选石川市 的市议员 就说我要为这个女孩 做点事 我为这个女孩感到很难过 同时我也要对沖城的状况感到难过 和悲愤 沖城远之事 亦是 发生 这些事件 其实 他说道歉也是无用的 伤害已经做了 沖城民众 对于美日地位协定的不满在于 如果美军犯罪 在起诉之前是由美军管理 这个不单止被 是嫌疑犯 喂 你这样 你有没有可能是夹口供 亦都有机会离境 石上 包含这件案件 很多美军 犯罪都是 趁着这个空隙逃脱了 未能够设备合理的制裁 他一回到美国就很难够了 没错 这件事件之后 沖城民众 要求 修改这个协议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同意 以太田征授 亦是以拒绝同意美军军事用地 不预签文件 作为抗议 又因为这件事 基地问题出现了 部分解决的契机 1996年日美之间 达成普天坚 基地返还 缩编基地协议 但是交换条件 院内令设基地 其实一样 缩缩了 另一个又走出来 一样 最后 竟然计划 具有 这个更大 具有 珍贵海洋生物和资源的 大埔湾 边野古 那里兴建新的基地 新的基地 你知道 日本的美国叫米国 当时有张图 挺震撼的 就叫米国 基地撤出 全米国 是基地撤出 一张图 可否这么说 沖城 真是忍久 自从那件事件之后 这几年稍微缓和了 但是早前又有这些事件 为什么美军 经常管不住第三只脚 一般 他们注手在外地 我不是为他们练户 我只是说他们的心态 就有这个寂寞的心态 接着 我有这个特权 吹不着我 冻了一些歪脑筋 现在发展到今时今日 已经是一个坏的风气 在他们之间 是的 可能有些大事件 他们压了一会 但又出现了 不知为什么 时不时 过了一段时间 又有人出去搞事 看到这张图 就是当时的 大型反美军 的一个活动 就叫全米基地 全米军基地 就是米国 美国就是美国 也叫米国 我相信 是很难的 很难 不过有时候 大事件都是教人的 他们都是教人的 原来在《冲城时报》 曾经也报导过 很多事件发生之后 冲城本地人 也是很难 在私人社区散布 担心米国人 美军 不是美军 美军 当然美军也是美军 可能出来搞事 或者搞搞阵 去年 《冲城丸之士》 也提交请求书 要求停止驻入美军基地 边野股搬迁计划 当然也没有人理你 好 这就是第1则新闻 第2则新闻 有没有吃过 我都吃过几次 我是一样的 我一向都不喜欢吃汉堡包 无论你什么都不喜欢 我去机场的时候有吃过这个 但略嫌比较小 没什么吃得饱 如果你对比起汉堡王 那些就差很远 也是 是的 但是你说 而且有少少贵 略嫌有少少贵 是比普通贵一点 他肯定的 因为他有些特色 有时候他那块包不是包 是吧 有吃过不是包 是饭团 对 没错 是饭来的 有饭来的 这个世界最大的快餐连锁之日 Mersberger 原来他们在澳洲最后的店铺关闭 关闭 日本第二大的快餐连锁Mersberger 在社交媒体宣布 自从2011年 为何我们昆州开第一间 因为我都说过 昆州亦有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 为何我们这么多日本人 在二战时有些日本人回不了 就是在这里落地生根 所以为何昆州是全澳洲 最多是日本人 罗里斯本也有很多日本人 最多是北方 北面 大宝礁 沿岸 凯恩斯就有很多 无论后来来的 和二战流落的 也有很多日本人 我们北面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日本的招牌 日本的招牌 怎样都好 在昆州开第一间之后 我想我附近的那间应该是他第一间 没记错的话 他就退出澳洲市场 他们公司也说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我们决定退出 Mersberger 在澳洲的所有分店 感谢你们 令Mersberger成为澳洲 一个特殊的地方 最后一天 我原来还没关系 最后一天 就是 31号 居然 关系的就是我家附近那间 在唐人区那里 全部都是 我吗 我很厉害那几间 OK 就是Sundie Band 就是知名华人区 我都猜到了 我都猜到了在这里 因为它在这里建立 在这里建立 在这里建立 还有Sourport 就是在黄金海岸 在那里 我大概知道在哪里 还有 就是Upper Mount Greft 这些都是 唐人区 这个 Mountain Greft 其实也有很多东西 应该就是在西田百货里面 我没有记错 有一间 目前就不知道员工怎样 这个没什么问题 汉堡的爱好者就很 不开心 最喜欢外卖店 是不是 他喜欢 不光顺 搞到人家要收档 是的 原来他访问一些配偶是日本人的 另外一个人 我和日本配偶都崩溃了 我发誓澳洲人不知道 什么是体面的食物 蛤 那你又好像说得太大 真心说 你说他是不是特别得很厉害呢 但我又真的 不是特别得很厉害 他就是那块包不是包 有时候是饭团 其实里面的东西都可能是 澳洲平衡 我觉得不起物贫 我觉得就没什么特别 另外有位 知名的YouTuber 在澳洲叫 Greak Kitchen 他就说 记录了他在那里吃一餐 这个是澳洲 悲痛的一日一间汉堡店 收拾了 Mersberger 是日本仅次于 老麦 即是本土的最大 因为仅次于 老麦的第二大快餐点 亦都总部就在东京 72年就成立了 Mersberger 其实就是山海太阳的宿舍 即是Mountain Ocean 还有是Sun 撤离澳洲 刚好就是整个餐厅 其实澳洲也很差 我们也说过10间 是有 6间都担心收拾 更加 之前有 报告就说 可能11间有9间 撤离 也不出奇 9间有撤离的危机 原来澳洲媒体也说 预计 12个月内 每12间 澳洲餐馆最少 一间会倒闭 餐饮灭者 的成本增加 用餐人数少了 因为我们的利率高 所以大家都担心 能源又贵 什么差都贵 倒闭潮就很正常 我都觉得是的 连我们唐人街也收拾了这么多 是吗 母亲节那天回唐人街 早上这么多 我还觉得奇怪 那么多人 排队 原来收拾一间 收拾一间这么多 反正就不用我找位了 排整两个小时 其实也有西人排队这么久 这个真不知为什么 反正全世界都难 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哇 厉害 全世界最 最美的鑽石 就不是它 但是最大 因为它 未正式是打磨 但是第二大就是它 近日 原来 有史以来地球上 第二大的鑽石被发现 厉害的 哇 十卡鑽 十卡鑽戒 当然它是未打磨 原来 它十卡鑽戒 对于这块来说 就差很远 这是二千四百九十二卡 是由一间加拿大公司 在薄池亚纳非洲国家 在一个矿井当中发现 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公司 他发了一份官方声明 我们有一个惊人发现 并且展示了 哇 有拳头这么大的鑽石 这间公司就在薄池亚纳的矿井 原来也曾经开采过其他巨型鑽石 这个矿井也挺厉害的 但是想想想 其实也不会为薄池亚纳这个国家 带来什么财富有大 血传 当然它应该不是血传 但是 薄池亚纳当然是比较落后的地方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我记得的 因为中国足球队曾经输过给他们 当然中国足球队曾经输过给很多国家 当时 有人说薄池亚纳可能能踢得赢他 结果不是的 都是输了给他 但是 这个尚未命名的石头 其实就是鑽石 这粒 应该是这粒 不是这粒 具有历史意的鑽石 其实薄池亚纳的总统办公室 举行了一个 参展 总统办公室 总统会有危险 总统也成为第一批捧起他的人之一 这个巨型鑽石 重则半公斤 被认为是一个几世纪以来发现最大的鑽石 加拿大公司的董事说 这是创造历史的 我们非常自豪 这是薄池亚纳的 是产品来的 公司官方网站也说 现在对这个鑽石的股价 或者决定出手 还是 维持上早 16年来自 同一个矿场的另外一粒鑽石 当然他没有那么厉害 刚才我们说的是2400几卡 之前那粒是800几卡 现在新的那粒全球第二大 是那个的三倍 之前800几卡的多少钱 6300万美金 粗略一点 乘三都成 1.9几亿 差不多 不过最近 发现的 这个真的太大了 这个真的太大了 那么 史上最大是哪里呢 原来也是英国人 统治之下 南非刷出来的 刚才说的2400几卡 英国刷出来的 就是3106卡 但是最终被切割成 那当然是切割了 没理由大块 有个鑽石 戴在头上 哈哈哈 被切割为较小的鑽石 其中 最出名是什么 就是 英国皇室 就很多用它 切割出来的鑽石 噢 就是这样 另外 现存 一粒 比 这个 富利南枝 那粒最大的 更加大鑽石 虽然它是一粒 不纯的黑鑽石 但是被称为 黑金刚石 我以为是什么黑气石 它不是被开采出来的 而是在19世纪后期 在巴西地面上发现 地质学家就认为 它可能来自鑽石 新汉保十二洲大学 就是这个美国 文文文就说 这个叫 黑金刚鑽石 可以 切到很多 那原来呢 用来 做什么呢 原来用来做 鑽石的时候用来做 切割的鑽头 用来这样做 因为它不是纯 纯的话就贵了 纯的话就贵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